自行車競賽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冠賢 大家可以叫我阿賢就好了 我主攻的運動是自行車競賽 很高興今天能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比賽的經歷 還有訓練的經驗 可以為大家迅速的補充知識喔 因為我是自行車的選手 所以比較多的時間都是在自行車的訓練上 那像現在冬季的時候 會做一些重訓 重新建構自己的肌力 來迎接下一個賽季 那從賽季開始之後呢 因為比賽就比較頻繁了 就不太會再做重訓了 那賽季的期間就是會做一些核心 來維持身體的穩定性 那有時候可能一兩個禮拜也會稍微去游泳池游 做放鬆 如果想要成為一位優秀的選手啊 一定要有個良好的心理素質 才能面對失敗的挫折感 尤其像自行車的運動 在比賽中很容易發生很多摔車的事故 比較輕微的時候就只是表面傷而已 大概一兩個禮拜就會好了 那嚴重的時候可能會摔到骨折 那這可能是要兩三個月的休養才能恢復 這就需要比較良好的心理素質 那舉例來說好了 我這一趟在法國的旅程 在某一場比賽的時候 摔車導致我手骨折 那我的骨折 真的還蠻嚴重的 那時候去法國 預計是要停留兩個月 但是發生摔車的時候才三個禮拜而已 那從我開完刀到出院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在猶豫 我是要繼續留在這裡呢 還是回台灣休養做恢復 經過幾天的思考後呢 我決定繼續待在法國 留到原本預定的時間再回去 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抽痛感真的非常非常的疼痛 吃止痛藥都沒辦法壓過那個疼痛感 痛到抽痛起來的時候 真的只是想躺在床上一動也不動 那我就想說 既然都這麼痛還要搭飛機 而且13個小時的飛行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折磨了 那我繼續留在那裡 恢復到比較不痛的時候 比較可以接受的時候 我覺得那時候我應該也可以 回到訓練台上做訓練 所以我就決定 繼續留在法國的基地營裡 後來真的兩個禮拜過後 手已經 手已經開始消腫了 那痛是一定還是會痛 不過至少我的腳是可以繼續做 騎乘的 所以那時候就有回到訓練台上做訓練 那經過大概又再兩個禮拜之後 整個狀況慢慢比較好轉一點點 那也可以開始做外騎 稍微做外騎的訓練 在法國剩下三個禮拜了 那時候我問基地營的負責人說 可不可以帶我去看醫生 就是問醫生說我手的狀況 能不能再回歸到賽場做比賽 那時候負責人跟我說 你去看醫生 醫生一定是跟你說不行啊 以他職業道德來說 如果你在比賽中發生受傷的話 那他是不是要負責呢 所以負責人就只有跟我說 用你自己的心去評估你當下的狀況 比賽可以去比 但你要更了解自己身體的狀況 如果你不行的時候 就是要適時的放棄 後來我真的就回歸到比賽的賽場上 那第一場的賽事呢 我是沒有跑完的 因為我當下只是想去確認一下自己手的狀況 是真的能夠回歸到賽場嗎 後來真的可以 不過跑到一半的時候 體能開始下降的時候 我自己知道不能讓自己太勉強 因為當後面比較疲累的時候 越容易發生狀況 所以就提早下來休息了 那來到第二場比賽的時候 我就成功跑完比賽了 那那次跑完其實還蠻特別的是 就是比賽前當下我的電子變速突然沒有電了 就是變速是沒辦法作動的 就我手有傷 然後電子變速又突然罷工 不想跑比賽 我當下也是有 試圖想要去解決 但後來沒有辦法 而且比賽時間快到了 那就硬著頭皮下去跑 那我覺得這就是 心理素質很重要的地方 就雖然不管是手受傷啊 還是自己的機械故障 那我就是要完成比賽 今天的任務我就是要完成比賽 最後也讓我完成比賽 那我覺得這就是心理素質 需要一步一步鍛鍊起來 而且很重要的地方 其實一整年下來的比賽會蠻多的 就你會設定說 這場只是以賽代訓 還是這場是你年度非常重要的賽事 那如果只是以賽代訓的話 其實就跟平常訓練是一樣的 節奏也不用刻意去調整 除了這場可能是全國錦標賽 是你年度比較重大的比賽的時候 那你就是要做一些訓練上的減量 然後增加你恢復的時間 就是說你睡眠的時間 原本可能八小時 我會稍微再提高到九個小時 甚至十個小時 讓睡眠是非常充足的 簡單來說呢 就是訓練的部分要做減量 讓你的肌肉不要再繼續累積 這麼大量的疲勞 那再來就是增加你的休息時間 可以代謝掉這些疲勞 讓你的肌肉變成一個比較新鮮的狀態 最後就是在飲食的部分 會吃較多的澱粉類的東西 來餵自己的肌肉儲存乾糖 這就是我在一些比較重要的比賽前 會調整的一個模式 那自行車賽呢 好玩的地方就是 賽事上會很多變 就會發生很多可能 那很多時候 必須要用你的經驗來判斷說 現在這種情況 該怎麼應對 有場比賽 在比賽中呢 最重要的事情要先研究一下 今天比賽的路線 是有幾個過彎呢 有多長的爬坡呢 終點前的路線會是怎樣呢 就是賽前要先稍微做一點研究 甚至你到比賽現場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稍微去試騎一圈 那如果像台灣的比賽 如果是那種公路賽 你就是必須畫用軟體 Strava等等的把那個路線畫出來 然後去研究 這路線中有幾段爬坡 然後爬坡會多長 第一個比較重要的就是 要先做好路線的研究 好第二個就是說 比賽期間呢 你必須一直在集團的前端 比賽的時候呢 尤其在第一個小時 第一個小時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小時會有非常多的攻擊 因為各個選手體力都非常充足 非常飽滿 那會一直攻擊一直攻擊 攻擊不斷 那這時候 有些能力不好的選手 就會慢慢的被篩選掉 那如果你是保持在後段班的人 因為前面的速度已經拉起來了 那後面的速度才慢慢要加起來 那這樣的速差呢 會非常的大 所以 如果你跟在後面 你可能會因為有些人受不了速差 他跟集團稍微被斷開了 那你必須跳過這個人 再接回集團 其實是你 你是多花費很多的力氣 在做這個追擊的動作 追擊回這個原本集團的動作 所以比賽呢 開賽的時候 最好保持在前二三十人的位置 那當然 集團會像一個包夾似的 會兩邊一直包夾 那你就是要想辦法 欸 包夾的時候 旁邊的人包夾的時候 你要跟著別人的對尾 一起向前包夾 一直保持在前二三十人的位置 你才不會像我說的 如果你是後面的話 很容易被這樣的間接 給斷開 而多花力氣去追上 而篩選掉了 那通常過了一個小時過後 集團會呈現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該篩選掉的人都被篩選掉 那這個穩定的狀態可能會一直持續到 可能在有關鍵的地形的時候 或者是最後終點的時候才會做分裂 那我本身是嘉南藥理大學 餐飲科系畢業的 所以我平常的飲食呢 都是自己烹調為主 那我覺得平時的飲食 最主要就是 要營養的攝取均衡就好 那食物烹調呢 最好以圓形的食物為烹調 就是少加工品類的東西 然後盡量避免一些油炸的食物 那比賽前的飲食呢 大概在比賽的前三到四天 我就會增加澱粉的量 就是可能白飯會再多爬個一碗啊 或者是餐與餐之間會再吃一點點 全麥吐司等等的東西 就是以澱粉為主的 來增加自己的肝糖 那到賽前的一天呢 就是盡量吃簡單的東西就好 最主要是為了讓隔天的比賽 不要因為吃壞肚子 導致自己的比賽成績受到影響 前面我有提到說 我是嘉南藥理大學 餐飲科系的學生 那所以我本身是非科班出來的選手 那會接觸自行車這項的運動呢 是因為我加入學校的自行車社團 因此開始跟自行車的活動有了連結 然後最初接觸公路的自行車的時候 是因為為了參加安平的鐵人三項 就是跟社團一起報名的鐵人三項 那時候希望成績能稍微好一點 所以跟我們合作的自行車店 借了一台公路車來做騎行 那後續呢 就是那個自行車店 也有找我一起參加阿里山的挑戰活動 結果在那次的挑戰活動 我拿下了挑戰組的第二名 所以那時候就受到自行車店的賞識 就車店就開始會帶著我到處跑一些台灣的自行車賽事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對自行車賽事慢慢有了興趣 那我明年還是希望能回到法國的俱樂部賽事 繼續累積競賽的經驗與經歷 那我希望在明年法國俱樂部的二三級賽事中呢 至少能拿下一場的勝利 那回到國內 我希望能在全國錦標賽中拿下前六名的成績 入選後年國家隊的代表資格 那從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我就決定要走專職自行車運動賽事這一塊 那我給自己訂的計畫就是五年 我希望在第五年的時候 至少要達到一個發展性 就是比如說我必須在一個週季的職業車隊裡面 或者是說能在國家的代表隊裡面 那如果到時候還沒有達到這樣的一個程度的話 就是可能要考慮是不是該回歸到一個職場 回歸到社會 那前面我有說到我本身是讀參旅科系畢業的 所以我就是本身就是有一技之長就是在餐飲這塊 那這幾年在海外出國的時候 其實我都還是會去 蠻喜歡去參觀當地的一些市場 去了解當地的一些飲食的文化 那我也會買一些當地的食材自己做料理 就是雖然出去比賽也不是只有比賽 就是順便可以讓我在廚藝這塊也是有更廣的視野 那未來如果真的回歸到職場的時候呢 就是讓我的這個視野部分也算是比較多 這幾年蠻多都是自己去找比賽跑比賽 所以很多比賽也都是一些市民俱樂部車手都可以參加的 那所以說如果未來真的從選手退役的時候 我也希望可以帶一些真的有興趣跑這種比賽的 市民車友們 就是可以帶著他們去跑一些不一樣的比賽 那或者是說希望能帶一些國外的一些車友們朋友們 到台灣來做騎乘單車的這塊活動 就是希望能把自行車與旅遊這塊做結合 然後考慮可能是其中一項事業之類等等的 就在未來 好啦以上回答到大家的問題啦 那希望各位能從中擷取到適合自己的經驗與知識喔 最後也不要忘記持續的follow我們的ZIV 那在這裡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